你是不是工作狂呢? 这边有四个问题可以帮你想想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工作狂 第一,你知道你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大概有多长吗? 到底是多少个小时? 第二,你是不是会常常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常常也在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呢? 第三,你会不会常常在周末甚至假期的时候 还赶工就是为了把工作上面的事情完成呢? 第四,你有没有常常会拿假期 目的不是为了休息,就是为了完成工作上面的事情 也就是有时候工作在工作的时间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就特地拿了几天假期 在没有人干扰你的情况之下,想要赶快赶上进度 为了问自己这四个问题过后,你应该就心里有数 自己到底是不是工作狂了? 你好,我叫博婷,欢迎来到解放军日记 我会通过这个频道呢,跟你分享许多对网路创业有帮助的资讯 而今天呢,我就想要来跟你聊聊 怎么在网路创业的路上不把自己累死 而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 最重要的开始呢,就是要了解 工作跟生活平衡 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帮助的思维方式 那当我自己在透过部落格跟YouTube创业的时候 我也认识了许多创业家朋友 其中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有的共同点呢 就是很多会自己出来创业的人都算是工作狂 都会把自己一直做到精疲力尽 做到累,做到死为止 那为什么成为一个一直工作的工作狂 其实对自己的事业也不是很有帮助呢? 因为研究有显示到 当你一个星期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时候 你的效率就会明显下滑 下滑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下滑到,如果你一个星期工作70个小时 你的产出力 你所做完成的工作呢 其实跟你一个星期工作55个小时 没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你工作70个小时 完成的事情跟你如果工作55个小时 完成的事情的量是一样的 那多出来的15个小时 都因为你的效率太低而无谓的耗掉了 所以一味的增加工作时间 放长远来看,并不会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并不会对你的事业有帮助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般上很流行的想法和做法呢 就是要提倡生活跟工作平衡 就是Work-Life-Balance 可是如果你注意的话 这个思想本身是非常有问题的 这个想法呢,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 反而还会成为你达到你理想生活中的绊脚石 什么意思呢? 提倡Work-Life-Balance的人呢 他们的宗旨当然是很容易明白的 就是在专注在工作的之余 也要确保生活过得有质量 而不是一味的工作而牺牲掉生活 这个呢,是大家都能够支持的一个观念 可是呢,危险的地方在这里 如果你习惯以平衡的方式来思考 生活跟工作这两块东西的话 那潜在的意思呢 就是你相信了生活跟工作这两个东西呢 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就是当你在专注在工作的时候 生活就必须要被牺牲 而当你想要过得比较好 比较优质的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难免牺牲掉工作 我做这支video要提醒你的呢 就是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线性思维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拆解出来 让你看看它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你相信生活跟工作是在一个秤上面的话 那代表你也相信 如果今天你想要充斥工作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一定要牺牲掉生活的某方面 而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带到极端的话 那就会成为了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例子 就是一些创业家工作到牺牲掉自己的健康 当牺牲掉自己的家庭和关系生活 导致到最后家庭出了问题 健康出了问题 现在呢,试问 当你的健康跟家庭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的工作还会是100分吗? 当你的家庭出现了问题 你当然无法转心地工作 你的工作的能力当然也会水之下降 所以当你的生活是0分的时候 你的工作也没有可能会是100分 那现在让我们跑到另外一端 来看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 当你不需要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生活就100分了呢?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会看到许多退休人士 反而更不开心 觉得生活很空洞 觉得自己生活没有什么目标 就只是坐着等时而已 而往往当这些闷闷不乐的退休人士呢 找到另外一个可以让自己填满时间的工作过后呢 生活上反而会过得比较开心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工作0% 生活就是100%的这个道理 如果你仍然相信生活跟工作是对立的话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睡足8个小时有充足的睡眠 到底是归为生活的呢? 还是归为工作的? 充足的睡眠应该是属于健康 应该是属于生活吧 可是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睡眠的话 你又怎么能够有一个很良好的状态 很有效率的工作呢? 所以我想要强调的这一点就是 生活跟工作并不是对立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生活 你才能够有一个有效率和完整的工作能力 我们都体验过当我们生活上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工作 当我们跟家人吵架过后 当我们自己生活在生病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很忧郁或没有精力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工作 而相反的 当我们在工作上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也很难有那个心情去享受下班过后的时光 所以我要强调的这一点是 生活和工作其实是同一块的 它们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当你想要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的时候 你就不能以取舍的方法去看待这两样东西 两个都要兼顾 两个都才会好 回到我刚才讲的 许多创业家都是工作狂 如果给予选择 或者是甚至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 创业家通常都会把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生意放在生活的前面 这也是为什么了解生活跟工作 不是对立的 而是同一块的 对创业家们非常的重要 要在事业上达到持久的成就 它的前提是你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活 有了这样子的领悟 你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健康 你的休息时间 你的睡眠时间 和你的人际关系 如果你对你的事业是很认真的话 那你也需要用同样的认真的心态 来对待你的生活 来管理你的健康 来管理你的情绪 和来保护你的休息时间 往往有了这种思考方法 你才会认真的对待你的生活 因为你知道 牺牲了现在的生活 也等于牺牲了未来的事业 Mike Robin讲过一句话 我们要把完整的自己带到工作上 然后再把它完整的带回来 生活跟工作必须两个兼顾 你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不过的那种情节 我感觉能去做很多事情 祝你们就此朋友 我感觉有什么事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 我们都不拒绕你 我有什么事 就是这种物理